第三點,我們這次也是做因式分解 這次A和B都有各自兩項給你做因式分解 但跟之前不同的地方,就在於A和B 都是某些共同的東西可以抽出來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借做公式的幫手 在第二課,我們學了三條公式 其中一條就是這樣 如果A加B乘A減B的話 我們可以展開它,爆開括號 就會變成A二次減B二次 我們說這條公式最有用的地方,並不是在於我們包括好用的 而是反轉 當我們有右邊的時候,我們要把它變成左邊 因為它是恆等式,我們左邊可以變右邊 反轉,我們右邊也可以變成左邊 所以,現在逢新我們看到二次方減二次方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變成A加B,A減B 所以,現在逢新我們看到兩個二次方 這個是正來的,這個是負 我們就可以令它變成二次方減二次方 然後就變成A加B,A減B 開始看題目了 A8,X二次減36 X二次是一個二次方數 減,36其實也是一個二次方 36其實是6的二次方 所以,現在就變成二次方減二次方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發動技能 即是它現在這個樣子,我們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那就對回一些位置 例如,現在減好前面的是X的二次 這個減好前面是A的二次 所以,X就對A 然後,減好後面不連減好的 就是6的二次 對B的二次,所以6就對B 所以,我們要得到 它是A加B減B 再代回X和6 這樣就變成X加6和X減6 B卡的題目都是兩個東西 都是二次方 81其實是9的二次方 但是,我們要求是這樣的 發動技能的要求是 A二次減B二次 即是前面的東西是正 然後減後面的東西 所以,現在這兩個項 剛好就調轉了位置 第一個是負,第二個是加 所以,我們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 將它前後調轉範圍 所以,就變成Z的二次 先減81 然後,81變成9的二次方 那就對方位了 減好前面是對A的 所以,Z就對A 減好後面是對B的 所以,9就對B 所以,就是Z加9,Z-9